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我是何之宇 新闻首先赶快带您关心的是 每年的夏季的这个计算的区间 都是从6月1号开始 但是经济部今天的时候表示 说考量国人在疫情期间 配合政府的防疫 尽量居家减少外出 为了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会请台电认真评估 执政党团主张的 对于民众的注意 以及对供电的影响 以及6月夏季的电价 可能会动涨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近消息 提供给您